在海边限调现烤鱿鱼 这也太爽了吧 在布鲁尼岛 光哥惊喜发现这里海边有许多鱿鱼 天呐 这么大 这究竟是鱿鱼还是乌贼 看光哥和小鱼带你飞去塔斯玛利亚 限调现烤大鱿鱼 我们现在在布鲁尼岛上面 这里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奶酪工厂 很多鸡鱼 天呐很干净的这么一个环境 奶牛在这种生长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心形 它这个温度在这边的话 就大概是在12度左右 然后它湿度也是非常严格的控制 那么放大概6到12个月 那么就成了它现在手头上的这个样子 能够感受它的香气是很浓郁的 然后一点点的咸味 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火酱的甜香 为什么叫一天奶酪呢 因为它这个在当天制作完了以后 就是在24小时之内制作完了以后 他们就会把它保存到这个橄榄油里面 三个月之内都可以使用的 口感很粘稠 然后非常非常的软 它那个橄榄油还有它应该有一个 我闻到了有那个蒜的香味 然后整个的香味就充满了口腔里面 非常非常的浓郁 这是保存到5个月以后的一个成品 这款季节性的奶酪就是 它说每年3月份的极奶 有几种特别的清香 所以他们为了想保留 那种清香 所以你们3月份的时候 才会制作这种奶酪 这款奶酪 它外面包的是葡萄叶 欢迎使用探图地图 准备出发 吓唐鱼 钓鱼一般要用比较软的杆子 但今天的话 因为我这次来澳大利亚 主要是钓大鱼的 所以用了一根很硬的杆子 很硬的杆子 要把泄力稍微调松一点 这样鱿鱼比较拉的时候 能够出现 或者这样就不容易拉断它的触角 右手持杆 食指 抠住这根线 打开线杯 大概是这样的 左手握住这个 抛出 看 抛到很远 关上线杯 稍微等个几秒 等那个鱿鱼的话 沉到水里 木虾沉到水里去 然后稍微收一下线 收紧了以后 表示就没有线 绷在中间 往上抖一下 再停下来 让那个鱿鱼 就是往上一串 再沉 一串再沉 就这样连续收 在各种水草区的话 就是搜索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钓到鱿鱼了 昨天晚上我做梦 好像梦到了一条特别可爱的狗 没想到今天到码头 我这边来钓鱿鱿鱼就看到了一只 现在白天的话来马头这边试一试吧 因为这边水草比较多 用一个大大的木虾来试一下看能不能钓到鱿鱼 再去一遍 对 哎 中鱼了 哦 中鱼了 哇 好 鱿鱼出水面了 最好要有一个网兜 因为鱿鱼的话 它的那个须啊 很脆弱 有的时候 你直接往上提的时候 就有可能把这鱼提换 你看就勾到一根须 它那个须一旦断了的话 我就抓不救它了 我把它捏上来吧 一二三 哇 哇 哇 这只鱿鱼 是 就说正常鱿鱼尺寸里来说 它都算是一只很大的 这是一只很大的鱿鱼 我可以那个 我来比一下哈 它大概有多少公分哈 其实有差不多 15 30 60 就45 就差不多50公分的这样的一只鱿鱼 钓上来以后 要立刻切断它的神经 因为切断它的神经以后的话 它才能够比较好的保证它的鲜味 看到没有 我一刀下去以后 整个后盆就会变白了 等木虾要沉个五六秒 因为这里水比较深 等一等 这手没有封足线 弄到犹豫热 它在咬 你看 哇 不要收线 不要收线 要稍微耗掉它一点的力气 要耗掉它一点力气 水在那里已经缩了 对啊 因为它在吐水闪头 收到就剩50公分的样子 然后 对 然后准备把鱼 就是把鱿鱼直接飞上岸 飞上岸 对 慢慢的飞 再收短一点线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哇 不要把包喷脏了 哇 原来这里有一条绿线 就是脖子这里 有它的神经 我只要一刀下去 然后它就死掉了 这是鱿鱼保持新鲜的一个最坏的办法 等下我们就可以拿到银蒂有一些免费的银蒂 那里 把它翻过来 然后把手 看没有 就直接 抠进去 皮 全部都 翻过来 它有一根骨头 你看 把手 直接塞进去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片骨头 看到没有 把它里面 全部一把拽出来 把它洗一洗 整出 我们它的鱿鱼的嘴巴 刚钓了两条鱿鱼 我们现在呢 就在一个公园里面 他们当地的公园都很好的 有这样的一些可以烧烤的设备 然后还有做餐也 哇 看没有 看 跟这个砧板 一样 它切成一个鱿鱼桶 然后就是直收鱿鱼桶 而这个呢 我觉得太大了 还是把它切断 然后做长鱿鱼一圈 看它的又有多红 光哥早上 钓的黑鱼 这就是我们的座台 先炒一下鱿鱼圈 有点点鲜甜的味道的还是 对吧 你觉得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油圆感生意 你需要煮软 你帮我吃一口 煮软 你需要煮煮包 上去的打開方式 BBQ 就直接在上面吃